就因为一场误会 就要搬走了 你说起码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是不是 在我的印象里 他一直是那种 只会埋头念书 然后看见女孩 都会脸红那样子的一个男生 我觉得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发现他欺骗我的时候 我就特别难受 其实我没有想过要骗他 只是我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他 我希望他能听我 告诉他把事情讲清楚 好 看过短片之后 我们欢迎两位倾诉人上场 欢迎他们 小冬和小倩 闹了很多别扭 小冬先讲 其实那个 事情的本身都是一些 就不是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男女生之间 总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你觉得是小事吗 前两个星期 然后我回家 看到你跟小齐两个人 在房间也那么亲密 你觉得这种是小事吗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 就我躺在床上嘛 那时候正好 从医院刚出来 然后他做了一碗稀饭 给我吃嘛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他一进来就 可是我看见你们俩 就直接说要搬走 我先搞清楚这个当中几个角色的关系 你俩是恋人 对吧 我们是恋人 对 那小齐是谁 她是我闺蜜 小齐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 并且给你包粥 并且给你喂粥呢 这个事情是那个 就是有一次小齐她生病了嘛 她发高烧 我就请她去我们家照顾一下她 因为只有我的卧室是有空调的 我就让她在我卧室休息 那天她下班回来了 空调有点问题 我怕小齐一个人在房间会冷 我就让她去修一下那空调 然后我在厨房里面 结果我在厨房就听见 他们俩在房间里聊得很开心啊 然后我进去就看到 根本就没什么 就她在床上 然后我刚刚我在修空调嘛 她就过来帮我扶梯子 然后边跟我讲东西 我想说人家是她朋友 我也认识她 我们之前也是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 就开玩笑怎么了 然后她就进来就直接就一脚 然后我就直接从上面直接掉下 直接头就撞到床的那个边缘那边嘛 然后直接穿完脚之后 就转头就走 打电话也不接 是这样吗 我看到的是什么呀 小齐穿了睡衣 那睡衣很暴露的 然后她进去看到了她也不知道出来 你没觉得一个姑娘躺在床上盖着被子 你一个男生进去不方便吗 那假设如果你在家里下水道坏了 叫个下水道工人进来 那看你一个女生在家里 她是不是就不能修你们家的下水道 人家没在床上啊 然后更可恶的是 我很生气的 然后踹着她一脚我就出门了 然后她也没有追上来呀 我打电话了 我那时候在汽头上会接你电话吗 没接电话之后 问题是后面两天我打你电话 你都没有接吧 小齐呢 我打她电话也没有接 两个人电话都不接 没有 是她走了之后 我直接打电话 打电话她没接 那时候就感觉身体头有点晕嘛 去医院一查就发现是轻微的脑震荡 当天晚上就在医院度过嘛 然后小齐说手机就放在那里 她会帮我看 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嘛 小齐太没过来 她没出现 我问了她小齐说没打电话 然后我说正好也没有多舒服 嗯 还是晕晕的 我就想说那我就躺着睡 然后我醒来的时候 她就 可是有那么巧吗 要一推开家门就看到 又看到你们俩 还在修空调 没有 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贴那么近 贴那么近 她拿稀饭给我 她拿稀饭给我躺床上 拿稀饭要贴那么近吗 无巧不成书啊 而且他们俩不止这一次了 如果是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这么生气的 我记得有一次小齐 我们俩逛街嘛 然后小齐她没有特别多的钱 因为她家很穷 然后工作上她也是 基本上月光族嘛 有多少花多少的 但我看到她买了一根 两千多的包包嘛 我当时觉得很震惊 我说她哪来的钱 我就问她 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很得瑟说 她说啊 这个包你男朋友买的 你要喜欢你就背两下 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吗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那一天不是 我们要去吃饭吗 然后不是你在那个忙吗 你还在弄你那个事情吗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等你嘛 然后她说要去逛街 要去买包 然后那逛她的 不关我的事情吗 后来逛了一会儿 她出来她跟我说 她挑了一款两千多块钱 她说她包很漂亮 然后说她钱不够 反正就说得很可怜啦 然后很喜欢 希望说我先借她两千 借完之后 第二天就跟我说 她说那可不可以过两天再还 她妈妈最近正好需要钱 然后我说那你先拿去用嘛 没事有钱还我 之后月底的时候 她跟我说这个工资 怎么样 然后反正就是 就是那种 说白了各种赖账吧 有点那种性质 然后我就觉得 那就算了吧 不了解了 可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知道小琪家 她条件不好 她买那么贵的包 你当时就应该阻止她 或者你不好说 你来跟我说呀 那我想说我们那时候 大家都那么好 干嘛还要借给她 你说借的 小琪说送的 我也不知道她是这种人啊 这件事情你女朋友又不知道 你不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好面子嘛 你女人苦苦地哀愁 你借点钱 那么好意思不借呢 对不对 当然要借了 我问一下小琪 那个小琪是不是就是 想赖那两千块钱账 我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意思 但她跟我说 就是她送给她的 她没有跟我说 就是她借给她的 小东你记得你刚才说什么吗 她就是想赖账吗 她好像是有点那个意思 对啊 我们都客观地看出来 她就是想赖账 说白了就是送的 你还在语言上回护她 这可是现场发生的 我们都听见了 像这样的事多不多啊 小琪 多呀 就是前段时间嘛 我们公司那个要招新人 然后这次是她负责的 那时候前几天我跟她商量 因为我们有个大学同学 叫小楠 小楠她能力挺强的 然后我就介绍她进我们公司 但是她也没反对啊 但是在面试那天 她直接就打电话跟我说 不要叫小楠来了 她已经打给小琪了 你搞内定 但是我觉得特意郁闷 是这样子的 面试官是 我是其中一个 那阵子那个小琪 她们家 她跟我讲说 她妈妈生病 她那时候没工作 然后正好需要钱 那我就想说 那就给她工作机会 让她进公司 要不然的话 那个家里的事情实在 而且她们两个又那么好 那你是给了谁面子呢 问题是她没有提前跟我说这件事 我也是那天晚上就想说 正好那天晚上还在讨论说 人家家里的情况嘛 我就想说 要不然 不是这样吧 我觉得你就处心拘育 想把她弄成东西嘛 她就这么觉得 她就这么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是认人为贤 而认人为亲呢 那她能到我们需要的标准之后 再加她的情况 想我就想一想 我就觉得说 那都是我们大家的朋友嘛 就帮她一把 原来其实她在面试 进了之后 公司这件事情 我当时是没有觉得什么的 但是有一次 我们公司那个合同 那个项目很大 而且公司很看重她 所以交给她去做 那项目最后谈下来了 我很开心 但是小齐 她拿这个去影印的时候 她把她落在茶水间了 把那个合同 这么大事情 我就打电话 说了她几句而已 后来她打电话 跟我说 她在什么宾馆 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过去看到什么呀 小齐在她的怀里 哭得可伤心了 怎么一个 是小齐搂着她 但是我过去 我有拉一下小齐 因为我觉得她可能 当时遇到点什么问题 我就过去拉 我也想安慰她来着 但她一直搂着小冬都不放 而且小冬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那个事情是 她把合同弄丢了 然后知道对方 她就跟对方讲 就约在宾馆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就赶快跑过去 我去的时候 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在地板上 我当时到场看到他们俩的时候 他们俩都怪我 他跟我说你要拉负责任 没有叫他负责任 我只是说你怎么能这样 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合同很大 把你卖了都挽回不了这种损失 然后接下来还是怎么样 后来我就走了 你走的时候 他们俩还抱着一块吗 是小齐一直抱着她 对 就是等你走的时候 小齐还抱着她 是吧 而且她还没有拒绝她 然后你说完了一阵子 你各自再离开了 他们俩还在一块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说明一点 那个男人在这个女人心里 是起到安慰作用 起到支柱作用的 他心里对这个男人有依赖啊 而且男人的女朋友 坚韧她的闺蜜来了 义正言辞的指责她还不撒手 对了 而且最重要的 她为什么给的这个男人打电话 还得跟她的闺蜜打电话 这个阴险了 这个 对 真的是有点像宫斗戏里面 然后我故意导演一个场景 然后我先在这里演的差不多了 然后主角上了 看到这一幕悲痛欲绝 转身就走 让我重新捋捋他们仨的关系啊 小倩 你跟小琪是什么时候认识 或者认识了就立马成朋友了吗 我跟小琪是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09年进了大学嘛 进了大学过了一个学期 然后她那时候刚跟她男朋友分手 刚跟她男朋友分手 冬天嘛 然后她一个人在那哭得很惨 我就过去安慰一下 她就跟我说了很多 她跟她前男友的事情 后来我们就聊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小琪这个人其实挺单纯的 不是大家口中说那样的女生 后来我就跟她成为了好朋友 好朋友一直到现在啊 对 后来我跟小冬在一起 也是小琪介绍的嘛 你跟小冬在一起是小琪介绍的 对 那小冬和小琪又是 我当然是更早 更早 我大二的时候 你们在一个大学吗 好的 你大二的时候小琪大几 他大一 那也就是说小琪那段恋情 你应该知道 是这样吗 你为什么这么一个表情 他知道呀 小琪那么伤心 那时候他被分手的 那个前男友就是你吧 我说他怎么忽然之间不说话这么半天 你在回忆啊 这还是后来小琪亲口跟我说的 我完全就不知道 小琪是在你谈恋爱过后才告诉你的还是 是在上次合同之后 小琪把他介绍给你之前并没有说过这个是他前男友 没有 讲实话 我跟他那时候认识只是因为觉得说 就这个女生挺可怜的 然后其实相处了 半年每天就问你说你去哪里干什么 怎么样 今天又怎么了 然后就是管得非常严的女生 然后到后面就跟他讲 我觉得其实这样没意思 他也很冷静说 那就分手 然后我们还是朋友 后来没多久 他就把小琪告介绍给我了 你现在打算怎么着 所以啊 我打算搬走嘛 既然你们俩愚情未了 你们俩就继续在一起嘛 四位嘉宾 简安面对面 你们四位怎么看 小琪你明明都在酒店里边 看到他们抱在一起了 你怎么还能让你的闺蜜 在你的床上躺着呢 因为他后来有来跟我道歉这件事情 你觉得这个事情道个歉就可以解决了 是吧 之前对你做了种种的一个闺蜜 我想我明白你到底出于何种想法呀 因为我跟小琪对我真的很好啊 他怎么对你好了 有一次我们去面试嘛 那家公司本来是要他了的 但是后来他就直接对着那个面试官说 要的话我们俩都要了 不要的话都不要 然后后来我们俩都走了 我当时很感动 闺蜜分很多种 有一种闺蜜是真心为你好的 她觉得说有什么好的东西 她都愿意给你分享 包括她的隐私的情感东西 并且当你遇到微烂的时候 她会挺身而出 那是一个好的闺蜜 如果你这个男朋友哪里做的不对了 她会帮你去骂她 但是如果一个不好的闺蜜 她是总会在后面捅你一刀 而且这种捅是当着你的面筒 所以我觉得那不叫闺蜜 如果你自己不能分辨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什么是真的对你好的人 什么是真的对你坏的人的话 那我觉得你自己把自己伤到现在 我觉得你真的自己活得好可怜的 小冬你干我一事 你刚才反复地在说小琪可怜 甚至小倩也说 小琪一个人在树林当中哭很可怜 我问一下小冬 小琪可怜还是小倩可怜 我不觉得谁可怜啊 那我问你 你觉得是你小冬可怜还是小琪可怜 我还是不觉得有什么可怜的 好 没关系 那我来告诉你啊 是这样 在我的判断里 小冬 小倩 你们俩比小琪可怜多了 首先你以为小琪曾经跟你恋爱 她爱过你吗 她可以收放自如地 把你介绍给身边一个傻闺蜜 如果她真的爱过你 她真的如她所说 哇 你的离去让我好受伤 没有 这我没有 她那时候分手的时候非常冷静 对 她一定非常冷静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就坐不成朋友 因为其实感觉就是两个人就谈得很好 那就 然后呢 一个女孩在用自己傻闺蜜 和自己前男友之间的恋爱关系 成就自己身为女人的自我感觉良好 你看啊 小倩 我说战胜你就可以战胜你 你看啊 我抱着她不撒手的 你男朋友也不拒绝 面对面的公然挑衅你身为女朋友的关系 你拿我没辙 胜利了 你的不拒绝成就了她的自我感觉良好 可是 然后呢 别着急 你看啊 你曾经是我的前男友 我特别冷静就能跟你分手 然后把你介绍给我那傻闺蜜 你们俩开始恋爱了 天下人都知道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对吧 我说让你在行动上做出背叛你现女友的行为 你就乖乖的别做 我身为一个女人的女性魅力爆棚好吗 所以 她围绕在你们两个周围 总也不走 你们只不过是成就别人自我感觉的 两个角色 你们两个傻傻的站在这儿 小琪好可怜 你们说这话的时候 你们真可怜 你做一逻辑判断吧 你认为 如果你将来想结婚 小琪和小倩 你认为谁做你老婆让你踏实 但是 小倩啊 但是 如果小琪存在于你的生活之中 会让你很刺激 会让你找到那种安慰别人的感觉 看她受伤了 在一个宾馆的一个房间 封闭空间 一对一面对面的情况下 她紧紧搂着我不撒手 那个时候你身为男人的感觉 爆棚 你也知道 做老婆 小倩踏实 但是小琪要没了 你的生活好苍白哦 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女人 嘴不饶人 心地善 心不饶人 嘴上甜 心直之人敢直眼 嘴甜之人藏迷奸 宁要一个抬杠的鬼 也不要一个嘴甜的贼 这个抬杠的鬼 这种女人 往往有一些特质 心地善良 正直 忠诚 但也有她的弱点 心地太软 容易轻信别人 不会撒娇 不会来事 一点不温柔 而另外一种女人呢 也许她外妙不是特别的好 但她很会来事 很懂得男人需要什么 会投其所好 而且很善于游利于男人之间 但是这种人 往往他们的感情不够完美 为什么 她有最大的原罪 就是她一点不忠诚 他们总希望 种种男性和异性 作为工具 来显示自己的人生魅力 把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但她其实内心 根本不是真爱这种男性 但是当两个这样的女性 摆在男人面前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男性 被荷尔蒙讽蒙蔽 虽然她明明清楚 找前一种女人 适合安稳过日子 但是她总是时时刻刻 受到后面一种的诱惑 因为在她面前 能够感受到她的温婉 她的楚楚可怜 她每次对你的依靠 这些在前者之间 像这种人面前 是感受不到的 我相信你是爱小倩的 但是对于小齐的 中种诱惑 你无法拒绝 不管是来源于面子 还是来源于你的虚柔 你都没有办法拒绝小齐 所以当雷鸣问你说 你觉得谁可怜的时候 你居然还说 没有啊 没有谁可怜啊 那我们来想一想 这是你的女人 看着另外一个女人 在你面前哭泣 勾着你的脖子 你不拒绝 谁可怜 2000块钱的包 买给小齐 还要让小齐 在她面前说 想背就拿去背吧 你男朋友送的 你还在维护她 那可能是有一点点 想耍赖的意思吧 谁可怜 谁是你的女朋友 但是我这样说你 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在这个场上 持强凌辱 要让你不爽 我只想告诉你 或者你这一类的小男生 不要被那种所谓的 喜欢在男人面前 不怀好意的 嘴甜的贼 给迷惑了 而断送了自己 最真挚的感情 和真爱自己的女人 从今天开始 记住 自己身边的女人 到底是谁 自己的温柔应该给谁 自己的忠诚属于谁 谁应该躺在你的怀抱里面 包应该给谁买 最后送小齐 和你和她一句话 人最怕什么 最怕深交之后的陌生 认真之后的痛苦 信任之后的利用 和温柔之后的冷漠 所以如果要交朋友 或者是谈恋爱 若交就真诚 若离开就彻底 像小齐若即若离 人品有问题 我有一半心 小齐那个人 一定若即若离 所以最后 能够做出原则性选择的 其实小冬 首先你今天 已经在大声 说出来的舞台上承认 你身为面试官 在面试过程当中 有寻思之嫌 所以我建议你 就冲跟小齐 一刀两断断的干干净净 你能辞职吗 好吧 请小倩去觅视力 小冬 最后在大声台上 大声说出 你对小倩的话 或者你对小齐的话 总之是你的真心话 来 请去大声台 大声说出来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 可能很多东西 还是希望你回来 真的希望你回来 小冬 我们在一起四年 我也不想放弃 这么一段 这么长的感情 但是我不知道 你跟小齐之间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因为毕竟你们交往过 好 现场有一百位观众 请你们表达 你们的态度 如果你们希望 小冬和小倩 继续在一块 请在表决器上 按赞成件 如果你们觉得 他们俩不适合在一起 请按反对件 请按键 现场27%的观众 希望你们在一起 反之73%的观众 不支持你们在一块 接下来 会为小冬升级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选择放弃 转身离开 或你要坚持 和小倩在一块 那你就按动 我们选择住上的 红色按钮 按下之后 密室门会打开 小倩也有两个选择 第一 走出密室门 和你在一起 或不走出密室 她决定和你分开 我们请给小冬 升起选择住 好 请选择 小冬依然想和小倩 走到一块 那密室门打开之后 小倩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那密室门打开之后 小倩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好 再见 谢谢 我问的爱 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 太自私了一点 中文字幕——YK